一般净水設備只能過濾水龍頭出水 但像有業者發明了全護士净水系統 讓家裡一般的生活用水也能過濾乾淨 水龍頭流出來的水透明清澈 但看似乾淨的質地卻有可能存在隱藏危機 這些管線都有二三十年這麼久 那這些自來水裡面的餘率 其實對人體是傷害蠻大的 自來水管線老舊 讓用水品質下降 有業者就把工研級濾芯轉為名聲來使用 折疊式的設計可以增加過濾面積 和提高濾芯壽命 此濾芯過濾精度可以達到1微米 還可過濾高達300噸的水 供應一戶人家一年的使用量 不比一般的那個我們RO的系統 它有廢水的問題 像RO系統它只有四成的水可以用 但用自來水品質 民眾在看污時也會特別關鍵水管設備 而這種全護士系統不僅僅是飲用水 連平常洗完洗在甚至刷牙和洗澡的水 也會把殘留的餘率和重金屬 以及大腸桿菌群一併過濾掉 高雄市的一個水質在大家普遍觀感而言 都不是相當的好 希望說它能夠像日本一樣 加加護霧的水可以打開 你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 效仿國外把台灣用水品質提高 還連接互聯網 創造專用APP智能平台 讓民眾在未來時可以隨時檢查設備狀態 和及時收到濾水資訊 裝了機器之後找不到人 他也不知道怎麼換濾心 隨時的訊息 所以不會讓他們再找不到業務 食安問題意識高 業者現在也把重心拓展到民生用水 讓品質把關從最基本開始做起 動森才藝新聞李仲祥潘玉泉高雄採訪報導